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一节 人因为先知的名 接待先知 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人因为二人的名 接待二人 必得二人所得的赏赐 我们继续下去 其实原来每个先知 他们拥有恩高 开始不是一下子就很厉害 就是慢慢成长 就像我这样回来香港 其实神在我身上的恩高 是为了说服我身边的人 让他们合作一起 跟我按步就班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神要兼顾神的事对计划 和我们参与的人的成长 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我们一路成长 一路完成神的事对计划 而事实上恩高 是会帮助我说服我身边的人 或者让他们 判断我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先知就有好处 譬如全威本身有先知的 印刺在他身上 所以他早年已经看到今年的我 其实也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 为何拥有灵恩是很着手 而他懂得如何面对 懂得去做的时候 当年已经懂得对我今天的态度 就不用说 好像你们经常说 哎呀早知 早知我就这样 好了 有先知恩高就是早知 就是说你会有那个胃眼 很早年你会见到一些人 应该是十年八轎之后才见到的东西 就早点会见到的 但问题是当时我未必遇到那些人 我会遇到一些又顽固又蠢的人 那就很大件事了 但问题是事实上 我当时能够用到什么人 是不是 能够用到香港 所以变成在我身边的人 有些人一见到我 我跟他聊一次 他就已经跟着我在旁边 一直帮忙 但有些人 是我要用足十倍的时间 才说服这些又顽固又蠢又慢烈的人 去跟着我 但有人在肯定会有的 但问题是 这就让你看到那些人 不懂得接待才知道 他只是当我是平辈 你看看你说服我 有些说服不了 就走了 这个就是 那些人不用浪费我的时间 一起帮助我 让我轻松地完成神的时代计划 他们就在这个时代计划当中 分到神本来会给我的祝福 会给他一份 但我不会分薄的 我不会因为这样分薄的 神只是把他重复了一次 免得我得到的祝福 是过于我所应该得 但是问题是 他们就真的过于他们所得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机会 也没有资格 去成为 证明天子 因为很多时候 神会这个时代的恩高 都是为了和谐 都是为了一天都每篇测 他不会搞到一个阶段出来的 他不会搞那些 正有邪乎相在竞争 在教会当中也要分裂 为了让他们在那里磨练 除了这个磨练 神还有一个时代计划 所以神在每一个时代当中 只喜欢有恩高一个 就像以色列人 如果说需要带领 相信以色列人有百万人最需要 为什么神只是恩高摩西 如果这是一个错误 因为没办法 但是为什么已经成立了这个国家 40年后 当摩西离开 神只是高一个约书 那为什么呢 难道神这个错误 去到40年后 都是错误 在一个新的开始 都是错误 当然不是 这是神刻意 出来让你知道 神做事的方针和做法 还有那个理由 当你研究这些恩高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恩高是非常之温柔 非常之温柔 他不是如一间 可以说 日夜在争论 分裂中的教会 就预认着那个復庆会 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恩高最初期就是这样做 就是说服 并且 让好色人 尤其是在那个过程当中认真的话 知道恩高的宝贵价值 其实他根本见到我第一天 就已经应该 当作我好像是宝一样 为什么呢 这个只是标准 你觉得有没有搞错 是标准的吗 原因就是你应该没见到我第一天 你应该远远去找我 你明白吗 你全香港去找我出来 而不是我去找你 你会看到 就是这几个博士 是个救主BB在出生后 拿着奶瓶扒去找这几个博士 然后说服他 我是救主 不是呀 这几个博士就证明给你看 还有更好的 更好拥有神时代计划的参与方法 这几个博士是 主耶稣基督出生之前 已经看着的星一路来的 你知不知道 然后当主耶稣基督都 还未懂得找他们的时候 他已经找到主耶稣 把金、银、抹药与香的礼物 送给他的家人 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记得按步骤班去理解 圣经的原则 而我说的原则就是 其实你应该第一天见到我的时候 你就应该有这个胃眼 去见到我身上的恩公 然后你是认真的话 你知道你已经见到 一样比金和银 还有比你前面的前途 所有总和加上更加重要的东西 就在你眼前 你应该怎样同心 怎样合意 而不是说我是屏辈 是你的朋友 当然我亦希望你这样做 因为第一 我是方便点 我又没那么尴尬 但问题是你可不可以做好一点 你再向上好一点 你就可以得多一些像上 而不是说 甚至是得懲罚 明白吗 在这个过程当中 甚至有些人当然还要逼迫我 反过来 但问题 既然是神有这样的要求 当然那个恩公 和那个明白 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到这几个博士 去找主耶稣 他的明白够不够 他没有明白 他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为了我现在花时间 跟你说 恩公 和明白 你尝试用认真概念 重新去看圣经 你发现 没有一样东西 是遗留 或者是写错的 主耶稣所说的 每一样东西 和教我们 每一样东西 我们照着进行 你认真地进行 而进行的认真程度 甚至是放下了你认为你现在追寻的所有东西 其实你有一个真正没有私心的概念 你一定会走在一条正路当中 不需要说 在恐惧当中 因为所有走歪路的人 都其实是由他们的心 走歪路 所以走正路的人 其实你没有了那种私欲 你那种邪静私欲 其实你是很轻易去 跟从到神 所以其实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我回到香港 头十年 我其实 每一个星期 的祷告 都一定夹杂着 神你恩高 我所识的人 神你恩高他们 让他们 广告 每一样东西 然后我做他们的 跟从者 因为我知道 其实是 开山牛 第一个 他得到这个恩高 那个责任 压力 付出 是多么多 所以 头十年我都做这件事 希望他们得到100%恩高 甚至比我 就最好了 但当然经过头十年 我跟大家分享过 经过头十年之后 我都放弃了 因为 发觉是不行的 因为香港人有这个问题 香港人 泰国对圣经不认识 又不肯对圣经研究的话 始终他们对恩高 真的不是那么多人相信我关于恩高的嫁度 其实 因为就如我所说 到现在来说 我说很多点 你是不是真的这么认真去对待我所说的 如果是的话 根本其实我们教会 其实约俊 可以已经更加大 但当然 神当然是按着我们 进步的程度 想佛分明 所以我们才走到现在这个光景 但未来 我们的恩高 是可以扩大 很多的 晚大方第十章第四十一节 人因为先知的名 接待先知 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人因为义人的名 接待义人 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 是 远近你脚步 尴未你中营 现请你引到 时刻带领 全能着你定映魂 故念谁听 夜静中 看古兴我 来泪心识 耶稣是爱恩手 今次我踏华山林 沿途为我解困 又满我冲出环境 耶稣是爱恩手 今次我 灵命奋平 陪同共往天国中 让我高兴